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9月23日 星期四 這一節是一節突發的 因為睡醒就看到有這樣的新聞 即時 拋頭 究竟鄧炳強 在做甚麼呢 鄧炳強接受星島日報專訪 警告市民 不要在下個月的10日雙十節 意圖做出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來的行為 或者鼓勵 或者煽動他人做出相關行為 指相關行為屬於嚴重罪行 當局必然會果斷執法 鄧炳強問 如果沒有分裂國家意圖 為甚麼要慶祝雙十這個日子 一聽到真的拋頭 這個人 其實 究竟是弱智 還是 他根本在煽動顛覆中共政權 他原來 才是國家最大的安全隱患 我們要詳細分析一下 他究竟有甚麼意圖 還是他的智商真的低於60 如果他的智商低於60 任命他的人是不是也是白癡呢 還是明知道他是弱智的 也要捧他上這個位 是不是包藏禍心呢 目的最終都是要顛覆國家政權呢 要將共產黨推翻呢 為甚麼說得那麼嚴重呢 我要詳細分析一下 跟大家說一下歷史原油 再分析一下他的智力 究竟去到哪裏 今集要真是為鄧炳強做一個智力測試 好 先到讀新聞 說之前 記得支持六部曲 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share 痛擊五毛 訂閱我們的Patreon 以及星期二日報後備頻道 月費贊助 我們的Facebook專頁 三十多萬訂閱的YouTube Facebook只有幾千 十分不像樣的 大家要記得like and share 把我們的 信息傳遞出去 這個是十分重要的 這一集的節目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多些share like and share 把他傳給你身邊的所有朋友 連藍絲也不要放過 告訴大家 鄧炳強 如果不是弱智的 就是 分裂祖國 甚至乎 要推翻共產黨 過去雙十節 其實也有很多親台人士舉行活動 甚至高起青天白人滿地紅旗 不過去年 因為國安法取消了在紅樓的 雙十星期禮 紅樓本身是一個革命聖地 所以 香港 其實也跟 辛亥革命是有關的 當時香港也是 顛覆 滿清的其中一個基地 鄧炳強接受星島專訪 高舉或掛起青天白人滿地紅旗 或是叫相關的口號是不是違法 會按個別情況處理 要看旗上面有沒有寫字 寫什麼字 附近有什麼人 他們說什麼 他們的行為 令群眾有什麼反應 這句說話 可圈可點 其實有一首歌唱出來 也會使得群眾革命推翻暴政 那首歌 叫做義勇軍進行曲 起來 不願 做奴隸的人民 是不是 這首歌是一首反歌來的 鄧炳強強調 重點是有沒有意圖分裂國家 如果真心想把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 當局一定會找到證據 我們一定會找到證據 證明你心裡所想 以及你所做的事 如何證明呢 屈打成招 我都可以證明 我找到證據了 你是要顛覆共產黨 你是要推翻共產黨 因為你是要否定共產黨存在的合法性 跟大家說說歷史 中共 基本上 大家知道他是靠甚麼起家的 靠謊言和暴力 對不完 他 中共的成立 就是告訴大家 蔣介石是假革命 蔣介石是獨裁者 我們才是真正革命 我們是繼承孫中山的位置 繼承辛亥革命的位置 所以 中共在2011年 這個傷拾100周年 這個是 辛亥革命100周年紀念大會 人民大會堂掛出孫中山的超像 寫著1911至2011 因為孫中山當時採取亂俄容貢的態度 國民黨和共產黨 其實 都是要爭奪孫中山合法繼承人的位置 否定辛亥革命 否定清天白日滿地紅旗 意味著 這個人 就是否定中共的存在價值 現在 台灣 其實很想把這個清天白日滿地紅旗取消 改為綠色的台灣 在中間的台灣共和國國旗 當然民進黨當局不敢這樣做 這個其實是民進黨的黨旗 也想把他變成國旗 現在台灣 為什麼有這個思想呢 因為他不想跟國民黨 不想跟 大陸這個政權有關 他們是一個本土的政黨 民進黨是一個本土的政黨 他希望 台灣人專注於台灣 中華民國在台灣 這個是以往舊的說法 台灣真真正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有自己的軍隊 我覺得如果鄧炳強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麻煩你去 試一下去台灣 我看看你是可以去到台灣 什麼程度 或者你強行派飛機 派你的 香港的水警 強行去台灣 我看看你會追逃到什麼對待 好了 中共最重要的是強調那個合法性 統治的合法性 那個法統 他是繼承了中華民國 當然中共最後悔的一件事就是改國號 使得中共 在聯合國的地位沒有了 要到了72年才慢慢在國際舞台上恢復 到了78年才重返到韓國 而台灣 其實就一直保持著中華民國國旗的神珠牌 原因也是因為那個合法性 正統性 當然台灣現在的本土化 希望 甚至乎不要這支清天白日滿地紅旗 基本上 只有台獨份子 才否定清天白日滿地紅旗 而鄧炳強 正正就是 潛在的台獨份子 甚至乎 他是要否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 他 不知道中共 的生存 為甚麼可以 存在到現在 就是因為 中共 竊取了辛亥革命 以及竊取了孫中山 將孫中山定為國父 在 廣州的總統府 也有中華民國的國旗 青天白日滿地紅旗仍然在那裏 這樣試問 誰分裂祖國 現在其實很簡單 誰否定這個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就是進行現行的台獨 所以鄧炳強 究竟是包藏禍心 還是智商低於60% 我普遍 相信是後者 因為他 沒有那麼大膽 為甚麼這麼說呢 鄧炳強 從這件事可以看得出 他 不是根正苗紅 他是很後期才入黨 他以前 是鄉黑 是包庇新界黑社會的鄉黑 鄉黑的勢力 甚至乎他的兄弟全都是黑社會 他的家人全都是黑社會 從這個人看得出 他是很後期才入黨 才加入中共 所以他對於中共 是一竅不通 一無所知 才會搞出這件事 否定青天白日滿地紅旗 即是否定中共的存在合法性 否定整個中共政權 這件事 要相規的 你知道嗎 鄧炳強 當然他那麼傻子 我們也認為他本身是一個不適合的鄉黑 類似文革時候的積極分子 通常黑五類特別積極 因為自己的出身不好 因為自己不是根正苗 所以做起革命 做紅衛兵 特別瘋 當然未必每個黑五類可以做紅衛兵 你要又紅又專才可以做 否則你的階級成分已經不對了 你首先的階級成分 鄧炳強就是屬於一種 黑社會出身 包庇他們的 鄉下的人 甚至乎他是參與 當年的反毒活動 把麵粉當成麵粉 把麵粉當成白粉 很明顯 我有理由相信鄧炳強就是元朗 包庇毒粉的其中一個幕後後台 黑後台 黑後台 被水鬼升上來 提拔他的李家超 林鄭月娥 究竟是包床禍心 還是他也是弱冷智的呢 當然 有個白癡的國家主席 有個智商十分之低的國家主席 只是小學畢業水平的程度 當然就會用這種狐憑狗黨 用這麼蠢的人 不過這次 竟然 這個擦鞋擦到上去 分裂國家 拆到上去顛覆中共政權 我覺得鄧炳強 真的是惡疚 是不是包床禍心呢 我認為林鄭月娥包床禍心的機會比較大 這個女人很陰毒 特意找個弱智的來做這個位置 這次搞出一個大頭髮 中共的政權合法性 被你出來否定了 我們這件事一定要搞大 要叫中共出來回應一下 要叫夏寶龍出來回應一下 究竟你們 認為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是不是非法的 認為是不是要掛台灣共和國國旗出來 誰在分裂祖國 慶祝相親 大陸也慶祝 香港也慶祝 香港也慶祝 香港也是中聯辦慶祝的 叫中聯辦出來回應一下 叫港澳辦出來回應一下 叫統戰部出來回應一下 叫中共的黨史 研究員出來回應一下 鄧炳強說這句話 是不是要在顛覆國家政權 是不是要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合法性 當然我們希望 這件事炒大一點 不要讓他停 這節先說到這裡